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il 我是Kirst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以前总觉得party这个词特别高大上 说到party呢 我就会想到那些衣着光鲜捏着鸡尾酒杯交谈的人们 是的,但是像我们这些热情的男士 想到的永远就是泳池啊,豪车,Limo 和那些漂亮的Bikini姐姐 热情的男士 豪车的单词就是Limo,L-I-M-O Limo 是的 你们这些热情的男士想到的应该是那种 Pull Party吧 泳池派对,对不对 老司机 不过那个Kristen讲的那种呢 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做Cocktail Party 鸡尾酒派对 是的,因为要拿着鸡尾酒边喝边聊嘛 说到party这个词啊 咱和Neo老师的第一反应 好像都是那种要花很多钱才能办得起的派对啊 对啊,可能是看很多电影里面 纸醉金迷 你试金钱如粪土的这种大party 给我们留下了这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吧 大家注意Neo老师的粪土比喻又来了 是的,我就是试金钱如粪土的Neo 砸粪土给我好不好 分二两粪土给 其实咱们这些不是金钱如粪土的寻常老百姓 就是除了Neo这种之外 也是可以没事办个Home Party的 Home Party说的就是那些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玩的聚会什么的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美国的老百姓是怎么办这个Home Party Home Party的吧 今天呢Neo和Kristen老师聊了一聊在美国开party 你要知道的那些事 Neo老师刚刚说的Home Party就是Home Party的中文简称了 是的,在美国文化里面呢 以家庭为地点的这个聚会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社交的活动 要是看过老友记的话 应该可以见到里面的曼妮卡经常为了招待来家里的客人呢 蒙上蒙下到处做饭的情节 是的,这种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玩游戏的party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很放松嘛 你不要看比基尼大姐姐了 我从来不看这些,都是哈斯老师在看 我们一般去朋友家开party啊 就是带个小礼物什么的 在英文中这种礼物呢 就叫hostess gift,女主人礼物 万一这个开party的是一个男的怎么办 我突然想到 一般是不会直接说host gift的 一般就会忽略那个hostess 直接说带个gift过去 啊,懂了 当你拿着这个gift 然后打扮了美美的 按响了门铃 请主人开门了会说什么呢 哎呀,请进请进 怎么还拿了礼物过来 多不好意思啊 太客气了啊 哎,你开车开了多久堵不堵啊 来来来,先来吃个水果吧 咱们等一下就开饭了哦 Crist的阿姨 这个套路很深啊 但如果我们是 假设现在是在美国 美国的阿姨会怎么说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是阿姨啊 什么意思啊 你刚才就是苏州阿姨啊 那种腔调 好,美国版就是 You made it 你来了呀 啊,这么短 这就是文化差异吧 老美带了小礼物上门呢 主人简单的表示感谢 就会收下 也不会推脱什么的 懂了 You made it 但是咱们刚才说的是 成年人去家里玩的情况啊 美剧里还有一个 经常见的桥段呢 就是青少年 趁父母不在家 偷偷把朋友带回家来 胡作非为 是的,我们这种party 就不能叫home party了 我们一般叫house party 哎,你能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说home party是成年朋友之间的吃饭聚会 那么house party呢 就是指那些爆发着荷尔蒙的青少年啊 带着一群朋友在家里面就是玩这个玩那个喝酒啊 然后干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什么的 啊,Curse的老师就是老司机 不过呢,我有时候想到我们那个小的时候 就是比如父母晚上可能出去出差啊 然后你带朋友回家干奇怪的事情呢 我们打游戏而已 就偷偷带朋友回家打游戏 我觉得也算一个house party吧 你有老师的小时候 你们打的不会是红白机吧 你看吧,狭隘了吧 我们打过很多游戏机 红白机,DC,土星都玩过 我不知道,我是90后 我只打玩PSP 我的童年是PSP,没错 但是带着伙伴回家玩游戏 真的还挺刺激的 How long did the party last? 你们的party开了多久啊 有时候会很短 Maybe just 20 minutes 你知道吗 就是20分钟 因为有时候父母经常会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跑回来 你很紧张,然后把游戏机拔掉 但是父母一摸那个电视机 还是热的 你就知道后果 其实还蛮惨的 这就是Neo老师的童年英零之一吧 没有啊,我觉得是一个快乐的回忆 Kirsten,你是不是经常喜欢 把朋友带回家来搞这种party呢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party animal Yes, I am Why do you ask? 你干嘛问这个呀 因为Kirsten老师经常跟他聊微信 就会说 哎呀,对不起 我昨天两点半才睡得刚刚醒 所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party animal 果然是这样 我要为自己先申辩一下 我是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才回来比较晚 我平时还是朝九晚午上班 生活很规律的 是的,年轻就是好呀 我觉得不管是高大上的cocktail party 还是咱们平时的home party 都是很好的联系老朋友 结交新朋友的方式来着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呢 经常带来一些惊喜 专门的为他们举办一场聚会 我听说呀,Alan老师的生日呢 就在最近了 Let's throw him a party 让我们扔个聚会 扔他头上 为他办一场聚会吧 是的,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给他办一个聚会 我们用了一个动词叫做 Throw T-H-R-O-W 就是扔的那个意思 扔给他一场聚会 Throwing a party 收听了这一期节目的各位 了解了不同种类的party 和一些相关的口语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 Throw a party to your friends呢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学到的英语吧 Number one Limo 豪车 Number two Pool party 泳池 豪庄 P Number three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 高大上 P Number four Home party 朋友来家里的温馨聚会 Number five Housest gift 给女主人的礼物 Number six You made it 你来了呀 Number seven House party 专用于青少年之间的那种 家庭聚会 Number eight How long did the party last 这个聚会持续了多久时间 Number nine Are you a party animal 你是一个聚会狂魔吗 Number ten Let's throw him a party 让我们来给他办一个聚会吧 Number eleven Throw a party to your friends 给你的朋友们办聚会 以上就是今天学习内容的总结 你都记住了吗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好啦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Kirsten 我是Neal 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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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